学习文法的目的是为了造句 语言能力就是造出好句子的能力 没造句,学文法就没有任何意义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passive voice 中文叫做被动,或者被动句,或者被动语态 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反正这只是一种讲话的方式 而有被动就有主动 什么是主动呢? 这是我们平常大部分的时间所造的句子 例如,我做家事,这就是一个主动句 为什么呢? 因为主词我表达了动词做的动作 而动词做这个动作又反映在家事这个授词上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主动句 被动呢,则相反 被动就是主词并没有表达动词的动作 以刚才的例子来说明 你如果把家事摆在句子的最前面 就变成家事被我做了 那家事被我做了 在英文呢,在英文呢,就是一个被动句 因为家事这个主词并没有表现做这个动作 所以呢,你就不能够跟主动句一样只写一个度 因为这样就会变成家事会主动去做事情 你要把它变成被动的模式 而被动的模式呢,就是用英文里面的 第一动词 再加上你所要表达的这个动作的第四形 称为PP也好 过去分子也好 Pest Participant也好 记得每一个动词都有四个不同的形态 你要用第四个形态 这样子你就可以表达家事被我做了 也就是Housewalk is done by me 原来表达这个动作的主词 也就是I 就摆在介细词片语by后面 这样就完成一个被动的造句了 那很多讨厌英文文法的人就会想说 为什么要被动呢 全部都用主动句不就好了 但是有某些状况之下 我们是不得不用被动的 或者某些状况之下 我们选择去用被动句 当我们不知道是谁 是什么表现了那个动作 那我们就要用被动句了 例如我们要说 那一间旧房子是在一百年前造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被动句 我们就会说 那可不可以用主动句呢 不是不行 会变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 我们只好说 可是这样子会让你的听众或者读者 感觉这个句子真的是有点奇怪 感觉这个句子真的是有点奇怪 再举个例子 生日快乐这首歌已经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 但我们要说这首歌是很久以前写的 那我们又不知道是谁写的 如果你知道你当然可以用主动句 可是你不知道 你只好说 The song was written a long time ago 这首歌是很久以前所写的 那因为不知道是谁写的 所以就不会用到by这个介细词了 介绍完了不得不使用被动的状况 我们请接着来看看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会选择用被动呢 通常就是因为我们要强调原本主动句里面的受词 举例来说 假设你昨天做了两个报告 你的英文就会说 I did to report yesterday 紧接着你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报告 是什么样的报告 你就会说 历史报告是昨天早上完成的 第一报告是昨天下午完成的 那么你就会用被动的 因为你把报告拿来当主词 所以你就会说 另外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话 也不一定会听到被这个中文 才是用被动哦 像这句话 这首歌是很久以前所写的 我们通常不会说这首歌是很久以前被写的 但是仍然要用被动句 所以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去检视 到底你要造的句子主词 有没有表达动词的动作 学习文法是为了造句 造句是为了表达想法 让你全文英语缩写表达想法的课程 超凡远句 全文输入输出训练 我的名字是 khác artık 我们的形状 我们的策略 咱俩 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策略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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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o 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策略